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普天下的鸟也不一样 所有一切的动物全部害怕了 跑光了 怕寒怕冷 怕风怕雪 唯独这个老者不怕寒 不怕冷 和众人不一样 这样就显出了这个吊者的一种品格 一种精神品格 出来了 人家也是江雪 所以江雪就有文化意韵在里面了 前面的两首雪诗 那就没有文化意韵了 你说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那是怎么回事呢 对不对 所以诗歌它就表现了一种文化的意韵 这个江雪 体现了这个吊者的特立独行 一种人格的魅力 那就展现了出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好像江雪这样的诗 那就意境深远 意境深远 前面的两首雪诗可以说没意境 我们再来看看 因为柳中原的江雪 在诗词中 他表现了作家的情感和价值取向 众人害怕 我不怕 众人都躲 我不躲 如果是在政治场合里面 那就体现了一种政治家的风度 是不是 那就是中流砥柱这样的人物 这个就是一种精神的品格 这种就叫做有文化底蕴 这样的诗就有意境 对吧 他就成就了 他的意韵的美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子 陈子昂 陈子昂出唐 著名诗人 代表说有敢欲38首 这一首是他的第二首 我们引了这一首 写得比较好吧 再来看看 你看这几首诗里面 他所表达的体质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是有文化差异的 他体现了作家的情感取向的不同 你看看 第一首 蓝若生春夏 千味和金金 这个是个通甲字 青这个 通甲什么呢 草字头 这个金 这个金就是凡胜茂 凡胜的样子 他说蓝若是一种香草 生长在什么季节呢 春夏之交 长况如何呢 千味凡胜茂 金金凡胜茂 和是个父子多吗 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他长得非常的茂盛 幽独空灵舍 朱蕊帽子精 幽 幽屁偏僻 生幽 独孤独 这一个蓝若 他孤独的长在幽屁的地方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空灵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一长出来 他的那个美丽 使得种花草 黯然湿色 就叫做空灵舍 其实他长得很美 但是遗憾的是 没人知道 他美到什么程度呢 朱蕊帽子精 红色的花蕊 长在紫色的树杆的顶端 叶子很茂盛 他就是这样一个美的形象 不仅仅有外美 也含有内在的香 蓝香 由于他长在幽屁 长在幽屁的地方 而无人知晓 那就无人欣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春夏慢慢过来 就在秋 迟迟白日晚 鸟鸟秋丰收 迟迟渐渐的 晚在这里呢 是指秋天的白天时间短 白日晚 就是白天的时间短了 秋天渐渐的到来了 慢慢的变得深秋了 这个兰若 遇到什么样的情状呢 碎花尽瑶落 方意尽河丑 碎花 就是一年一碎的花 你的花不是开得很美吗 我们在前面讲过 草本科所开的花叫做花 木本科所开的花叫做花 一年一度的花 净就是全部 全部在秋风中摇啊摇啊摇啊 就落了 方意 这个花难入还有方意 现在用了什么手法 你人的手法 方意就是美好的愿望 美好的愿望竟然 没有得到施展实现 进合成 显然用的是什么手法 托物言之 笔信寄托嘛 托物言之 托这个难若 长在幽谷 无人欣赏 来表达作家什么 怀才不欲 壮志难投 这样的感叹 那么从文化价值取向来说 我们中国古代有 我们中国古代有儒家 道家 士也就是佛家 儒家是希望 是有入士精神 对吧 希望 这个希望 自己 能够啊 施展才华 报 这个报国 许身报国 建立自己的工业公民 但是这个理想 不能实现的时候 它往往就产生了一种什么 悲愤 忧伤 是不是 悲愤 忧伤 不能够实现嘛 那么就会流露出 怀才不欲了 壮志难投了 接着呢 就会批判现实了 揭露弊端了 这个那是 有一种儒家思想的倾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王维 心仪乌 他也是写一个职务 木芙蓉 木莫芙蓉花 山中发红恶 见乎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这朵芙蓉花呢 生长在山中 它也开花了 发红恶恶 开花 生长在什么地方呢 山剑里面 这个山剑是什么呢 一个地方呢 寄无人 空击 没有人也 它也没有人了 长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了 这朵花怎么样啊 没有人欣赏我今年我不开了 没有 而且还要纷纷的开 开完了以后 到它开落的那个季节 它照样落 且就是又 纷纷开完又落 那么今年开了又落 明年到这个时候 到它开的季节又开 又落 又开又落 这里呢 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啊 它里面有没有怨吗 有没有感叹啊 有没有悲哀啊 没有 平缓的很 对不对 这就写出来这个慕芙蓉 他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 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 随缘自逝 随遇而安 对不对 有人来看 我也这么开 没人来看 我也这么开 有人赞赏 我也这么开 没人赞赏 我也这么开 有没有陈子昂那一首诗的那种忧愿啊 没有 所以陈子昂 他就比较忧愁啊 比较容易老啊 王维呢 他就心静的比较平和 有一种心静在里面 对不对 有一种心静在里面 他比较平和 再来看看 晚唐 王维是圣唐 吴蓉是晚唐 的一个诗人杨花 不斗龙花 不沾红啊 自非勤也 血蒙蒙啊 北花长恨 风吹落 唯有洋花 独爱风 洋花 我们刚才讲 刘勇那里 就有柳絮洋花 不是柳勇 鹤柱 我们讲鹤柱那首诗 满城风絮嘛 那是牧村季节 花凋零了 而且那个柳絮 也凋零了 所以它的随风飘荡了嘛 作家往往看到 飘零之物 不管它是柳絮好 还是落叶也好 看到这种飘零之物 往往会感伤的 你看看杜诗不是那吗 灯高那首诗是吗 无边落幕啊 小小夏 不进长江哦 滚滚来 接下来的 万里悲秋 常做客 百年多病的 独灯台 悲就来了 但是呢 吴荣这首羊花呢 他反而赞美这个羊花 他说 羊花本来是白色的 是吧 他才不和你那些 红色的那种春花 争取豆艳 所以说 不斗龙华 也不沾红 到他落的时候 他说 自飞勤也 血蒙蒙 就那么多 北花长恨 风吹落 所有的花 都不愿意凋零 是不是 都愿意保持自己 永远 这个 盛开 那种样子 一到他要凋零 那么北花呢 就有忧愁了 就有遗憾了 就会感伤了 但是柳絮呢 羊花呢 到他落的时候 就落呗 而且他一点感伤都没有 反而不但不感伤 反而还什么呢 还喜欢这样的一种飘零 所以他说 唯有羊花 独爱风 风把它吹到哪里 它就很坦然 很自然地飘到哪里 这个就是他笔下的羊花 作家巧妙地把羊花和白花 相比 羊花是白的 纯白的 白花那是 五颜六色 五彩缤纷的 白花是怕凋零的 而羊花是喜欢飘零的 所以这个羊花 所以这个羊花体现一种随遇而安 对不对 这样一来 我们就了解了 其实王维无荣的这两首诗 也写出了一种境界 也表达了一种情感 的取向 也表达了一种审美的态度 对不对 审美的态度 那更接近于哪一种啊 我们文化中的哪一家 那是道家 佛家 道家佛家的那一种 价值取向 对吧 好了 讲到这里呢 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眼光 比如说王维 心灵屋 只把我们的眼光 停留在延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的解释 山中发红二 这个红二 这个二 是什么意思 花蕾 那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不到延这个阶段 对不对 那不是说那不行 那我们还进入到像这个阶段 那么好 你这个像 那不是写了一种木芙蓉吗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二 芙蓉花开花了 开在山间里面 没有人的山间 开完又落 开完又落 那就像了吧 停留在像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有的认识 或者是真正的理解和领悟了这首诗了没有啊 可能还没有 你是停留在像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于圣一层 作家就是通过了这个像 那这一种 那这一种纷纷开且落 长在山深山里面 无人知晓的这一株木芙蓉 他就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 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这种它是体现的 作家是通过这个像 来象征 某一种 人格 人的品格 人的生活方式 和他们的精神品格 我们如果进入到这样的一种 那就是通透过了像 进入到义这个阶段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 他比较接近于中国的那种道家 佛家的 这样的文化价值取向 如果我们再和他 拿他和陈子昂的那一首比一比的话 那么显然 两首诗就分别代表了 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品格 那么我们是不是进入到 义的这个阶段的领悟 和把握和分析了呢 所以 我们的前面讲的 言相义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这是讲 得相而妄言 得意而妄相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明白了 言相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再进一步的 通过言 进入到相 再去把握这个义 而且还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那么不论他 你拿什么诗来 不读过的 以前我们未读过的诗 因为我们懂得原理 掌握了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 照样可以对他进行 细读和欣赏 照样可以领会他的诗意 照样可以知道他的好处 通过 你还分析他的意向组合关系 我们就可以掌握他的艺术特点 进入到意境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把握他的主题的思想 每年考试都有几十万的考生 每一年出题 他肯定不是讲你读过的 那一首诗词给你做 显然都是那些未读过的 未读过的 对几十万考生是一样的 大家都没读过 那么最后考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考你这个学生 是否掌握了诗词 创作和欣赏的原理 是否把握了一定的 阅读鉴赏的方法 考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老师呢 我们的教学里面 我们的重点摆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显然应该摆在讲原理 讲方法 这个地方 给学生以余 对不对 要呢通过这个余 去逮住这个余 我们的教学重点应该在这里 那么进行到了 保这个意义的时候 我们还要知道 你看我们分析了 陈子昂那首诗 又分析了王维 吴荣的诗 那么我们通过他这首诗 读了出来 他好像有悲态 为什么他有悲态呢 陈子昂那首诗 王维 吴荣那首诗 为什么那么平和呢 甚至有一些洒脱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和他们的人生追求 人生取向 那是相关的 所以孟子说 宋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 可乎 事已论其事也 就是要进入到知人论事 张学成 文史通义 文德里面 也讲过 不知古人之事 不可妄论古人之词也 知其事已 不知古人之身处 亦不可拒论其文也 这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 我们的诗歌介绍 应当注意 知人论事 因为诗歌 它是表情的 答意的 言字的 古代文论中 经常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文如其人 特别他要抒发他的 真情实感 这样的诗歌 根情嘛 对吧 苗言嘛 真情实感 这样的诗歌 才是真正的诗 所以 我们讲诗 也要懂得知人论事 下面呢 有几幅画 看看 比如说这幅画 你看写它那个 提督成南庄的哪一句 去年相遇的那个场景 其实还有一个 我说那个山调了 就是 今年的惆怅 没有山 在这里 这幅是想到今年 人面不止 何处去 桃花一旧 孝东风 所以为什么 给你们看这个 其实呢 作家是通过语言 来塑造什么 形象的 也就是意象的 场景的 通过这个像 一切都在这个像里面 都在像中 他所表达的意 你说他站在这里 站了那么久 他想到什么 他要表达什么 其实这不是表达的 那个仇差 对不对 懊悔 同时心里面 还有悲伤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要和他 先讲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诗识鉴赏的 三个层次 我们可以站着休息一下